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并迅速引起了人们的议论 其原因也是因为这首歌的演绎太过于动情 而周深的表现更是成为了亮点 在收听了这首《她是暗淡星》之后 其实我是比较惊讶的 周深的声音开口便成为了亮点 其柔情和爆发掌握得非常细腻 其实这也是一位歌手对于歌子的领悟和唱功突出的一面 而这首作品绝不仅觉于此 木马乐队在风格上其实和周深并不是很相似 木马乐队主唱演绎出的是一种洒脱大气势感 而周深恰好相反 在其中感情之处表现的却十分细腻 而让我惊讶的是 正是这首歌曲的合唱效果 在周深和木马乐队主唱合唱之时 能够感受到一种别致的韵味 就仿佛是情感在瞬间有了千变万化 有彼此交融 困与情却能够洒脱走出 合唱与个人演唱不同 合唱作为共捧演绎的作品 其实在难度上是要比个人演唱要高出许多的 但这也离不开歌手之间 对于歌曲的掌控礼和个人唱功 其实周深的组合能力 并不仅仅是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出来过 就拿周深以前和歌手李克勤合唱的 《天下有情人》来说吧 在当时呼声就非常高 甚至还出现了情深深组合的称呼 而周深在和萨典典合唱 左手指约的时候 其组合能力也再一次被人们认可 要知道 萨典典的高音相对于男歌手来说 是很难取得的 但周深却能够在合唱过程当中完美衔接 真的非常难得了 而周深甚至还与龚琳娜合唱过《笑之歌》 那种独特且难度极高的风格 其实是大部分歌手很难掌控的 尤其是通过《笑》来表达歌曲的意境 但周深也依旧能够成功的驾驭 难道周深的组合能力是因为唱功? 嗯不 其实唱功作为歌手必备的条件 并不能够成为组合能力强的唯一条件 甚至唱功在其中占据的加成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就拿周深这次和布马乐队合唱的这一首 踏实暗淡心来说吧 其中风格的不同 其融入难度就非常高 但周深却依旧能够与其用不同的表达而完美融入 所以上了更多的是它的领悟能力 歌曲是有生命的 它不仅仅是跳动的音符 它仿佛是一个有生命的小精灵一般 有着属于自己的情感 但这种歌曲的生命力不同的是 它并不居于其他形式 在领悟歌曲中的意境之后 歌手才能够将其更好的表现出来 歌手在舞台上最佳的状态就是融入感情 陷入自己的演唱过程中 而这种能力啊 正是周深所拥有的天赋 当初早在经典有流传当中 周深被导师跨赞天才歌手 其实呢 与这种能力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虽然周深与木马乐队合唱的 它是暗淡星的风格不同 但其灵魂之处呢 却是非常相似的 尤其是周深在以高音展现之时 并已经将复杂的情感释放 也有了几分洒脱的意味 但是却也展现出了内心的情感纠结 整取下来才达到了真实且动人的效果 所以周深的组合能力成为亮点 并不仅仅是因为唱功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 他的歌曲领悟力 能站在舞台上便融入歌曲情感中 也恰恰证明了 他是一位天生的歌者 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另外周深在发表新歌 《情不由衷》之后呢 成绩还算理想 在各大音乐榜单中 也占据了主流地位 歌曲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 能够被欣赏也是最大的肯定 而在《情不由衷》发布这不久啊 周深又带来了一首新歌《幸福礼》 这首歌曲是电视剧 《幸福礼》的故事的编尾曲 整体风格打造 也是与剧情环环相扣的 在收听了这首《幸福礼》之后 最大的感悟便是《平凡》 这首歌曲和周深以往的作品 有着很大不同 并没有达拉崩巴的高难度 也没有花希子的典雅 又真评论起来呢 这首歌确实很平凡 在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当中 并没有刻意的文字元素 几乎每一句都是淡入淡出的心声 却每一句都是对于幸福的一种体悟 尤其是《脚步在岁月中走走停停》 这句歌词 成为了整首歌曲的典型之笔 岁月如同沙漏 只会不断的前进 并不能停留 而这一句歌词运用一种遐想的描绘手笔 把面对于人生和幸福的蹉跎感 描绘了极致 最终以《阳光照进幸福礼》为结尾 在听完这首《幸福礼》之后呢 也不得不感叹作词者的妙笔 以阳光引入回忆 以回忆写满心绪 仿佛现实中一般 在融入对幸福的感悟之后 又增进了一些情绪 让人心有惆怅又豁然开朗 周深的演绎仿佛是一把钥匙 歌手的本身既是演绎 就好比说书人一般 将这首歌曲的各种情绪表现出来 其实在听了这首歌之后呢 也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它的平凡 就如同歌词一般 淡入淡出 没有华丽的修饰 却很能够直白的打入人心 这首歌的平凡 对于周深来说呢 也恰恰是一种进步 在整体的感情上 融入上 其实更是难把握的 以意境来说呢 这是一种不平凡的幸福 各种的情绪堆叠 最后却能够坦然放下 明白平凡的真谛 一句幸福里的故事片尾去 其实这首歌刻画出的 也是我一场平凡的人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里 或许那也是在回忆当中 但不可否认的是 哪怕这是回忆 也是一个能够让人温暖的地方 在心灵疲累的时候 回到这儿 幸福里又是多么舒心的事 每个人都要经历 放下和停留的阶段 也许前方的路 充满了疲惫和经济 但总能够放下的呀 心中充满温暖和阳光 才能够在未来走好每一步 这首歌已平凡演绎出了不平凡 这不仅仅是词作者的感悟 在周深温暖嗓音演绎之下 没有用太多的修饰 反而将这简单的幸福透露出来 开头落尾都呈现得很好 当然每个人对歌曲的感悟都不一样 因为经历不同 也不知周深这首平凡的演绎歌曲 能够为听众的你们感悟到了什么呢 此外 日前周深蔡陈玉在节目新手家道中合体了 在幕后福利花絮中 金色南高音语深情三合的周深 霍尊组成了经典的三重唱 周深拒绝了蔡陈玉的歌词 于是出了每个明天都是明天 春光在闪耀等歌词错乱选项 Luby Frieder再次演绎 让许多观众梦回眉西湖 在节目新手家道中 可以从周深和蔡陈玉的互动中 感受到他们的关系很好 当初周深在参加歌手当打这年的时候 蔡陈玉也曾经去暂时担当过周深的音乐合伙人 周深可谓是和声天才 她声音的包容度很大 被许多人认为是最强辅助 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为歌曲增加华材的部分 提升歌曲的广度和层次 此外 周深的表现力和声音代入感也是极强的 蔡陈玉是未来非常有潜力的歌手 她的天赋和努力会让她不断进步 金色南高音是她声音形象的表现 蔡陈玉未来可亲 周深和蔡陈玉都是宝藏男孩 业务能力很高的同时 有着有趣的灵魂 周深 蔡陈玉 霍尊 这三重创版本的Ruby Free 给你带来怎么样的感受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哦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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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